醫師個性大不同 說話態度決定你的命運 醫師的個性 一個人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回覆的人可是待了五個月 他在裡面講的快一個小時 出去的時候 每個人都笑秘秘的 還去跟他謝謝 包圍你們三口紅布 我說 那你幹嘛來我們醫院 不然你避風啊 他就不夠了 對啊 他就來 報告這樣子 超緊張的耶 對啊 看報告頭很緊張耶 一切都正常 真的 謝謝 謝謝